2007年9月29日上午 东莞市东城区文化广场上 采旗招展喜气洋洋 2007东莞盆景奇石精品展的开幕式 即将在这里举行 上午9点钟 罗普喧天龙师起舞 随着大会嘉宾步入会场 开幕式正式开始了 原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原香港新华社社长齐峰 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 国家博物馆馆长颜振堂 东莞市政府副秘书长朱一鸣 中共东城区委书记刘其焕 中共东城区委副书记 东城区办事处主任 卢润江 广东省盆景协会会长张金秀等 参加了开幕式 在主持人对大会进行简要介绍后 首先由中共东城区委副书记 东城区办事处主任 卢润江先生致开幕词 接下来由东莞市政府副秘书长朱一鸣 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实施文化精品战略 繁荣文化事业 使东莞的文化影响力 辐射力 竞争力 寓意增强 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的发展 最后 由严震堂 齐峰 游齐焕 卢润江 和张金秀五位领导 共同为展会启动开幕按钮 在现场六百多名嘉宾 共同的倒数声中 嘉宾们暗动按钮 满天纷飞的彩带 宣告着 2007东莞盆景 其实精品展正式开幕 岭南盆景 在东莞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这次展会 是东莞盆景艺术水平的一次总体展示 来自东莞各地的盆景 共计350盆 以大中型盆景为主 整体水平高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盆景精品 是首次展出 这次展会 共评出金奖二十五盆 银奖六十八盆 铜奖九十五盆 宽阔的东城区文化广场 变成了盆景艺术的海洋 深深吸引着 来自各地的嘉宾 流连忘返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展会的金奖作品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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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作曲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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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